深夜时间一辆黑色轿车开在路上 车道准备左弯 当场直接撞上路旁灯柱停了下来 金钱场面就发生在花莲吉安 华人国小后门口 27号晚间10点多 这名李新驾驶撞上灯柱后 也没有下车过没多久就离开现场 一旁经过车辆目睹诊断过程 将画面扑上网 怀疑是不是警方追车 才导致自小客车撞击路边杆子 直呼当下撞击声超级大 还看到车头损毁冒烟 对此吉安分局澄清 当时警车鸣笛是在处理另外一个案件 也没有接获民众通报 事后在网路上海巡 才发现这名肇事驾驶 联系上车主他坦诚肇事逃逸 会找时间到派出所向远警说明 对此警方就呼吁 肇事者都应该主动通报 虽然没有造成伤亡 但回损后逃逸 恐怕还是会面临罚缓及掉扣执照 务必留意再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